大家好,我是李宪 疫情面前,我们一定要戴好口罩,做好自我防护 当面临口罩不够用的情况,科学和节约的使用口罩就很重要了 综合专家的建议,作为我们普通民众 佩戴的医用外壳口罩在正确的摘取保存后,可以进行二次使用 条件是在没有污损的情况下 只要不触碰口罩内部放在通风处存放的口罩就可以了 但如果口罩出现破损、脏污或者是湿透的情况,就不要再进行使用了 科学的重复使用口罩,既要省也要防 戴疫情,我们一起努力